大家好 这些国际来看到不久之后就要新年了 那么就在春节前夕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在1号的时候是到了天津来考察调研 那么除了了解去年洪涝灾害之后 当地的农业生产恢复情况 习近平他也不忘走访天津的古文化街 当时可以看到他在年货大街逛逛 并且是在现场就发表了一个新年演说 给予民众新年祝福 这也让现场的乡民是兴奋又激动 我在此祝愿我们全国各族人民 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 在龙年吉祥如意 合家幸福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繁荣昌盛 那后面中可以看到 习近平已经来到有着浓浓年味的 天津古文化街 各商家也已经开始卖起了年货 那么习近平他是在当地了解了 捷径市场的供应 还有历史文化街的区域保护利用等情况 并且是鼓励各地的商家 在春节期间要多多举办活动 让节日可以更加的欢乐 那么随着现在新年快到了 上海的育员也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灯会 今年的人气非常旺 是以龙年为主题的这个传统灯节 民众就大赏大赞 这个做工是非常的精湛 而且年味浓浓 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种很有力量 非常积极向上的正面的存在 然后能给人带来希望 而我的龙年心愿的话 就是我希望在新的一年中 能把自己的身体锻炼更棒 并且在因为我现在是八年级 在能在学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那可以看到上海育员的灯会 今年是特别的有热闹呢 因为各类大大小小的龙灯 是结合了鱼群奇舞灯小师 续写了山海奇遇季的主题 那么龙年在很多大陆民众的心中 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涵 因为很多人都祈福象征中国的龙 可以在龙年带来好运 而且还可以祈福与家人的平安健康 那么说到上海这座城市 现在可是因为导演王家为他的作品 繁花掀请了一股上海热 这也成为上海的观光的活招牌 那么繁花的故事背景 是复刻了1990年 当时是充满机遇还有希望 纸醉鸡迷的上海黄河路 那么剧中三位的男女主角 也受邀在今年的上海春晚上 用道地的上海话 给观众先来拜一个早年 这也掀起了一阵舆论 这名导演王家为指导 由胡歌领先主演的繁花 在大陆掀起了一股上海热 超高人气到现在呢 上映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退烧 那么胡歌他在受访中就表示 上海人演上海的故事 感觉才是特别的道地 而最特别的是为了要体现 90年代的上海滩 这个黄河路的这个氛围 电视剧还有普通话 上海话的双语版来配音 堪称是大型的护语教师 那么来看到呢 繁花这部剧呢 不仅是带动旅游消费的商机 当中包括了剧中的排骨年糕啊 还有蝴蝶酥泡饭等 这都成为游客必吃的美食 而和平饭店还有黄河路等 更成为民众他们去到上海 特别一定要去的一个打卡的地点 挤满了朝圣的民众 那么现在呢 凡是和繁花有关的商品 都是备受青睐 甚至连大陆的官媒都直呼呢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要稳住影视剧带来的消费热 那么来看到在繁花的影集当中呢 就有不少的置入 特别呢有几点是特别突出 而被大陆网友称为最大赢家的 就是保养品牌亚舍兰蛋 因为呢在剧中里面 就很多副太太 他们在讨论他们口中的 零效的有零效之用的顶级乳霜呢 其实就是亚斯兰黛的白金乳霜 而且这个金色的评声 更巧妙地呼应了繁花 整个整体电影的主色调 所以呢这波热潮也让亚斯兰黛 他们今年推出的新款商品 是获得很高的一个曝光度 还有很高的讨论度 那么这个效果呢 同样也就抓住了很多品牌 这个热潮呢 也跟繁花是展开了一个合作 其中呢就包括大陆知名 的连锁茶饮 喜茶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来看到喜茶呢 目前在全球是有304家的门市 而主要呢都是在大陆 以大陆为主 是大陆的品牌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星巴克 再来是肯德基 而在1月31号推出的 喜茶跟繁花的联名商品 不仅呢是有一个饮品 他们还看到这个图呢 是推出了一系列的 至真至喜的周边 包括了售价16元人民币 大约是台币70元的饮品 还有邮票的杯帖还有限定杯等 无疑呢这个繁花是为大陆的市场 带来一个很庞大的商机 那么光是旅游方面 大陆的数据网就显示了 自繁花开拨以来 关键字上海是比同期增长了 20%的一个搜索度 那么随着新年假期 即将到来 大陆的官方也预估了 下个月的2月5号 预计呢会有90亿的人 进到这个地方 会有很多的这个车流量 那么这一天呢 很多人就赶着要回老家 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 大家都急着要回家 赶快来过新年 一起来看最新报道 一眼望去满满都是人 上海虹桥火车站 在农历春节前一周 已开启人山人海模式 从二楼往下看 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 由于今年2月2号 恰讽农历的12月23号 是所谓的小年 通常在农历春节前一周 大陆许多地方人 有过小年的习俗 许多在外地打工的民众 会赶着在小年回老家办年货 这可是让大陆各大车站 急报 高铁都超载 有一次在列车全列超原报警 列车无法正常行驶 不少买不到票的旅客 会买短程长 先买短程票上车 过站后没位置就站着 导致河南开往上海的高铁车厢击爆 高速公路也出现返乡车潮 而且是越夜越塞 整条由南往北的高速公路 灯火通明 宛如一条长长的巨龙盘旋在大地 今年春运估计有90亿人流动 就怕塞在路上 安徽一名父亲超狂 直接开飞机 带7岁女儿回老家过年 大概在110万左右 加满一次游泳满是120层 可以飞1200公里 这一名父亲 11名飞行教官 由于有执照 只需提前报备飞行路线 就能自驾飞机 因此她带着女儿开着两人坐的小飞机 从安徽六安市开飞机回立新县 原本三小时的车程开飞机只需50分钟 另类的返乡方式瞬间引起全网热议 记者组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